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其實也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我們談憲法要優先談人權保障 要有人權保障 一定要重視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致死不同意中華民國的存在 台灣已經從專制獨裁的時代 走向今天民主開放的時光 我們要珍惜這一切 我們不能夠走回頭路 我們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 中華民國憲法永遠刻在我心裡 因為我從進入警官學校 學校教我的事 國家 正義 榮譽 這是我永遠不變的初心 我所有所做所為 就是要過我們這個土地的所有人的安全 過我們有一個相互的好日子 所以捍衛中華民國永遠不會改變 因為我中華很清楚 我反對一國兩制 要過我們中華民國民主主義的體制 我真的聽到我們的賴主席 對中華民國的憲法完全不理不睬 你今天當中華民國憲法的副總統 你也做四年了 你今天反對中華民國憲法 你就勇敢共存嘛 走出來嘛 你不需要閃閃閃閃閃嘛 今天我們三個人站在這裡 我們是要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既不是美國的州長 也不是中國的省長 中華民國憲法 當然是我們現在遵守的 所以剛才問說 你認同不認同 如果我們不認同 我們今天有什麼資格 站在這裡選這個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還是要認同 其實我們這些實際有訪問過 美國跟日本都知道 台灣在現階段 不可能統一也不可能獨立 這是現況 甚至我們在國內做民調 支持獨立的7% 支持統一3% 支持維持現狀是90% 不管是永遠維持現狀 還是維持現狀在統一 還是維持現狀在獨立 問題在現階段90%的 就是要求維持現狀 剛才以今天的三位候選人 在兩岸關係上有所討論 我們現在把重點拉回來 放在憲法根本大法上 我代表中國時報 向三位候選人請教下列問題 第一個 請問你們 認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請回答認同或不認同 第二 在中華民國憲法 對固有疆域已經有所規定 而徵修條文裡面有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文字 內容顯示台灣大陸同屬於中華民國 也就是說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請問認不認同 第三個問題 根據我們前兩題的討論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 意味著目前兩岸就是在中華民國底下的一國兩制 分為大陸和台澎金馬制度 請問你們認不認同 根據上面的問題的思索 請你們說出目前心裡的真實的想法 以及以高遠的態度來討論一下 你們對未來兩岸關係的評論 請賴清德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 請回答 謝謝 因為國家是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其實也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 我們談憲法要優先談人權保障 要有人權保障 一定要重視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第二個 如果拿民國35年所制定的憲法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失望的 因為當年李登輝總統任內推動六次修憲 目前我們在台灣運作的這一部分是徵修條文 也就是以台灣為發展為中心的內含的徵修條文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如果憲法或是其他的法律可以團結國人 我們當然要尊重要採用 但是如果要用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這恐怕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致死不同意中華民國的存在 中國在國際上的三階段論講得很清楚 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兩岸同屬一中 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那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在國內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復國神山 這到底是要促進和平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台灣已經從專制獨裁的時代走向今天民主開放的時光 我們要珍惜這一切 我們不能夠走回頭路 我們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 未來我當總統 我一定會凌聚台灣的共識 走出一條大家團結的道路 既能夠保護國家 也能夠發展經濟 造福全國人民 請侯友宜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 請回答 中華民國憲法 永遠刻在我心裡 因為我從進入警官學校 學校教我的事 國家 爭議 榮譽 這是我永遠不變的初心 我所有所做所為 就是要顧我們環境的土地所有人的安全 還有我們有一個相互的好日子 所以漢威中華民國 我永遠不會改變 今天我看得這麼清楚 我反對一國兩制 要顧我們中華民國 民主主義的體制 所以兩岸之間 剛剛講了嘛 很清楚就按照我們憲法法令 而且曾經在1992年 台灣在香港會談努力底下 好像不承認主權啊 好像不否認治權啊 才有辦法開啟 這樣一個協商的機制 你都不差味 有那個協商機率你不好好用 你每天在那裡抄面的人 鞋鞋鞋 當作是打鞋鞋 這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嘛 所以民進黨執政底下 就汙名化了兩岸 實稱的一國兩制 並不適合形容兩岸不同體制 今天中華民國 雖然第一條 整條很清楚 中華民國基本 以三民主義為民友 民治 民想 指民主共和國 這都很清楚的嘛 所以臺灣未來是兩千三百萬的割點嘛 雖然說 我真的聽到我們的賴主席 對中華民國的憲法 完全不理不睬 你今天當中華民國憲法 的副總統你也做四年了 你今天反對中華民國憲法 你就勇敢共存嘛 走出來嘛 你不需要嚴嚴嚴嚴嚴嘛 請柯文哲先生回答 時間兩分鐘 請回答 今天我們三個人站在這裡 目前是規範臺灣跟大陸這種 interaction 就是說互動的一個基本大法 我還是遵守法令 如果法門修改之前 我們要遵守法令 當然我也知道法律應當是服務人 而不是人要去服務法律 可是我們畢竟還是要讓臺灣成一個法治國家 在法還沒修之前 還是要遵守法令 不然這樣沒有辦法解決 至於說中華民國憲法 目前我們的領土有沒有給中國大陸地區 如果按照憲法當然是四 只是現在分成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 所以治權不戶籍對方 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問題長期以來 在國內引起了很多的爭議 其實我們這些實際有訪問過 美國跟日本都知道 臺灣在現階段 不可能統一也不可能獨立 這是現況 甚至我們在國內做民調 支持獨立的7% 支持統一3% 支持維持現狀是90% 不管是永遠維持現狀 還是維持現狀在統一 還是維持現狀在獨立 問題在現階段90%的 就是要求維持現狀 所以我也很希望說 30年來 國民兩黨花很大力氣 在討論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這是浪費全國人 人民的力量 也讓臺灣今天這個樣子 所以維持現狀 不就是我們目前唯一的選擇嗎